日前有媒体报导 高雄其山的香蕉农药检验超标近200倍 但后来证实这批香蕉并非来自其山 但却已经造成香蕉价格惨叠 农民是欲哭无泪 消费者也人心惶惶 这批毒香蕉源头供货商也拒绝说明 对民众的食品安全造成一大隐忧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为避免这样的事件一再重演 在101年度率先投入资源 推动农民加入农产品产销履历验证 于2月2日在联坛物产馆展示成果 活动上也同时颁发证书给予通过验证的农民 并借由产品外销的启动仪式 宣示高雄市成为一个 让农民及市民都安心的安全农业城市 农业局局长蔡富敬表示 为了保障市民与农民的权益 农业局率先推动并协助农民优先加入 农产品产销履历验证 这样的验证机制不仅可以让市民吃得安心 对于农产品的价值也相对提高 也感谢农会及农民的支持 期望有更多农民一起加入产销履历验证 市的安全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我们必须从源头做起 我们用自然农法 来代替传统式的一个 施肥施撒农药的一个管理机制 这是我们所要做的 完成一个产销履历的认证 对于农民朋友的整个效益 收入会增加 那重点在于说 它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很放心 我们有TAP的认证标章 也有一个流水号 所以说从这里面你就了解说 这个源头是谁种的啊 这样子就找到源头了 货班认证的美容蔬菜产销班 第22班卓东吴也说 获得产销履历验证 让他们的小番茄订单增加 未来也会辅导更多农民 加入产销履历验证 两三个礼拜之前 就获知说我们已经通过了 然后通过之后 现在我们的订单 都已经订到二月底了 美农现在很多 都还是比较年老的农民 那他们对于安全用药的观念 还不至于那么的了解 我们的用意也是要 给消费者好的安全的番茄 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去教导他们 甚至他们农忙之后 晚上八点九点 我们还叫他一起在那边开会 慢慢的去把这个正确的用药观念 教导给他们 然后现在才有办法是 至少通过了很多位的 农民都有产销履历这样子 记者会后 农业局局长也邀请现场民众 搭诞高雄的优质农特产品 一起支持高雄成为安全农业城市 记者黄枯峰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